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志龙 今天是3月16号早上10点 加群指数今天反弹上来之后 压回平板这边附近做一个小红小黑的霞幅震荡 那我们认为说今天这样走势挺合理的 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什么?今天台子月仓结算 如果你是外资的话 这边你的月仓结算 你要如何让它获利最大化呢? 我从17,700点做空下来17,000点点 那这中间700点的利润 外资一定会想办法让这个获利最大化 那获利最大化最好进行什么? 就在这平板附近做一个狭幅震荡 它可以赚到最多钱 那第二个因素是什么? 联组会 今天晚上联组会利率会议 那这场会议呢 中哥要请大家好好盯着 联组会主席到底讲了些什么 那当然你也可以教中哥Light跟Telcoin 中哥会帮你追踪联组会到底讲了些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方向是哪边?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我们的Light跟Telcoin 那如果还没有加入的话 真的要请大家先手刀把它做一个加入 那么过头来看一下这个技术分析 那为什么这场会议会这么重要呢? 请大家记得几个点位 第一个点位是什么? 3月7号的这个向下这个跳空缺口 如果说这联组会能挽救通膨的话 让行情有机会开始这样 反复定高清理战场 然后收复师徒 然后开始这样 开始要去走一个回升行情的时候 这3月7号的跳空缺口会非常重要 所以这跳空缺口如果没有封闭的话 目前我们仍然视为一个反弹的格局 那反弹格局其实前几天我们有跟大家聊到 这边的行情不容易走V转 也不容易走什么倒撞反转 有很多人跟你讲说 这边会走倒撞反转走V转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打定注意跟你提到 这边前迫套牢牙还有什么 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 行情会反复走一个来回震荡 那来回震荡的过程中 你可以低买高卖低买高卖 所以这边看起来还是在走一个区间来回震荡 那目前来看的话 已经封闭了3月10号这向上的跳空缺口 所以已经结束了强势反弹的格局 那结束强势反弹格局 就看今天晚上会议 如果可以让它往上化 那这边就有机会回到强势反弹格局 那进而封闭这个缺口 就要走回升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 行情会在这个缺口跟这个低点位置 这边来回做一个震荡 那如果联组会没办法挽救这个通膨 或者什么有释放出更偏鹰派看法 行情就会回测这个前破的低点 那如果这个低点也跌破的话 就很容易讲回测前破的低点 那前破的低点在哪边呢 16200点 会开始往这边去寻求另外一个支撑 所以这边还是要请大家做好一件事情 请大家把你的部位做好控管 把这些会让你负债的交易 请把它给去化 去杠杆交易 那实际上这今年是我们的一大重点 其实这种各节目每天都给你提醒 部位控管很重要 然后什么 这边呢 你要去掉会让你负债的交易 那至于说产业趋势向上的个股 在波动这么大情况下 你逢低可以这样分批买进 所以其实我们的主轴呢 都没有变过 那今天的反弹呢 其实呢 有在我们的预料之内 怎么说呢 这绝对呢 不是马后炮的 在这个昨天盘中的时候 我们在群组呢 有发了一则讯息 那我们有请大家 让你直接来私讯这种哥 那这种哥跟你讲了哪三件事呢 第一个 恒生指数呢 这边出现胜率九成的指标 那这胜率九成指标 其实呢 我们过去也常常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长期追踪我的群组的话 相信呢 你对这胜率九成指标都不以外 那这九成指标 不只可以用在美股 也可以用在台股 也可以用在恒生指数 只要是指数型商品都可以用到 那这胜率九成指标 我们跟你会 你会跟我讲说 这种哥 我又没有在做恒生指数 你刚好跟我讲这个 那实际上 你昨天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相较于 这个韩谷跟日谷 其实他们的表现 并没有说呈现一个重挫 而是呈现一个峡幅震荡 那台湾家旋指数 主要是跟上这大陆 还有韩谷 不好意思 跟上大陆 还有恒生指数 跟上他们的脚步 而呈现重挫 所以如果恒生指数 有机会出现一个强谈的话 那其实台湾家旋指数 也有机会跟着收复师徒 那再来是什么 OP价格 今天要结算了 今天月仓要结算嘛 那逆价差之下 这Put的价格是非常的肥美 时间价值是非常的有肉 所以你去想象一下 如果说这边你是装价的话 要把这时间价值洗出来 你会怎么用 只有两个途径 要么就是不跌 不跌就是平盘做收 那这些时间价值通通归零 那再来是什么 就是用大涨方式来洗掉时间价值 那第三个是MISS恐慌指数 MISS恐慌指数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在台股盘中是不断的破底 但是MISS恐慌指数都没有向上创新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盘中有来follow我们群组 有人跟众个视频的话 你拿到这三个指标 其实昨天盘中你不会感到恐慌 甚至什么 你会跟着进场去做一个买股票 所以盘面上有很多人跟你提到说 这边暴跌隔壁住的暴涨 那或者是什么 这边本益比非常低的 或者什么价值投资 或者是什么费金顺因素干扰 OK这些我相信你都听到非常多 但是听到这些 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做一个买进呢 有没有什么样的统计资料 可以让你去做依循呢 实际上统计资料不是百分百 但是它怎样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胜率 所以你看到这三个指标 那你之后你事实进场的话 其实今天反弹上来 你就可以先做一个获利条件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都是 真金白银身枪实弹 交易得来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是有用一个大数据 统计来跟大家分享的 而不是什么 凭感觉 这边快要落底了 但是落底真的到哪边会落底 其实也没有人说个准 但是有个指标让你用话 那这样不是挺好了吗 所以我们来追踪一下 我们快速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恒生指数是呈现大涨 大涨了2%左右 那恒生就是如我们一句说 反弹 这边已经呈现一个负乖力过大 出现胜利9成的指标 那今天就是顺利做了一个反弹 那至于说BIS恐慌指数 我们今天也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你可以看到 昨天是留了一个长上引线 昨天留了一个上引线之后 那台股市呈现不断的往下破低 但是它却没有出现一个过高进行 那我们能够说这是一个背离的现象 那今天来看的话 今天来看早盘随着大盘反弹而开高 所以大盘反弹而向下破底 那其实这个我们是好事 并没有出现背离的现象 那目前BIS恐慌指数已经反弹上来 又变成翻红了 那搭配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这个加权指数 是呈现了这样开高走低 其实整个来看的话 并没有出现背离的现象 所以实际上在等待什么 等待今天晚上的联准会利率会议 那至于说OP价格 正是这样已经大幅度的减肥了 虽然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资料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那再来我们看到盘前提醒 跟大家聊到的 昨天盘前提醒跟大家聊到 行业股你要留意利多实现 那再来是什么 今天跟大家聊到 你可以留下这个钢铁类股 那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长龙公布了一个大利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价走势 其实这边没有出现一个大涨 反而是怎样 反而是往下去做了一个跌幅 将近5% 那据说现金简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市场上已经给你答案了 所以我们在昨天 投票你还记得吗 我们昨天跟你提到 我们在这边呢 因为这个油价大涨而受惠 我们经常会拨取 这个长龙或是阳明 这个货归行业股 那板坛来到前高附近 我们有跟大家提醒 这边你可以适度做一个获利调节 那剩下的部位呢 我们会等待这个获利 这个鼓励政策公布之后 再来去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那鼓励政策公布通常都是利多实现 那我们看到昨天阳明公布之后 阳明公布之后 这个股价是没有往上涨 所以我们就选择顺势把这个货归行业给close掉 那把它给出场之后 其实呢 看到这个现金简直 这个大利多 其实众哥也是这样 心如止水 心如止水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不会去感到 太过的 太过的一个焦虑或是什么的 因为我们是把手上部位卖掉 就是就当时的情形 去做最好的选择跟判断 那回过头来再看这个现金简直 如果说这公司的营运是向上的话 照道理讲 他要把他的现金价保留在帐上 因为他随时要因应这个资本支出 或是有其他的一个扩产的需要 但是呢 他把这现金退还给股东 代表说什么 他未来可能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现金的 用不到这么多现金的情况之下 那这边你就对他的产业 其实有一个问号 而且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 这边套了这么多人 套了这么多人 其实呢 对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股价走势呢 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拉上来 大家都想卖 那你我都不是主力 即便你是主力的话 中国相信你也没这么笨 要把这个股价拉到200多块 让这个小散户做一个解套 但是现在现金解释来看的话 这个股价是有机会过高 但是呢 拿到这个先减资 但是你确实损失是什么 赢了面子 伤了礼子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到 这长农或是阳明 我们暂时选择这样 选择先退场观望 在昨天已经退场观望了 那什么时候会再开始做一个切入呢 中国会在群组上面或是影片上面 再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那大家可以特别去做一个留意 那今天高级率概念呢 其实呢 这个254的这个新复发 是呈现一个重挫的 那我们也不会说 这边先下跌 就不跟大家做一个追踪 那股率政策公布呢 通常都是一个利多时间点 所以今天的下跌投票 如果你有跟上我们脚步的话 那今天有公布着去年获利 那你就要去留意一下 这边是不是一个获利的一个时间点 那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边区间呢 区间并没有去做个跌破 所以区间没有做个跌破的话 众哥会选择怎样 选择再等待一下 等待这个股率政策公布 因为昨天只是公布获利 还没有公布到这个股率政策 所以我们以这个防守点 这个区间呢 为防守点 那其实即便跌破的话 其实我们这边呢 如果你在这边买进的话 其实输赢呢 并不大 但是如果政策公布 股率政策公布之后 是很有机会像怎样 像这个黄翔这样就一个跳空涨停上去了 一个跳空涨停上去 那其实呢 这营建类股呢 其实我们在之前呢 也是有跟大家提到 金牌比一比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 你可以留意营建类股 因为329档期涨价趋势 加上高值率率概念 所以我们认为营建股有机会是接下来的一棒 所以营建类股 你可以持续留意下它的股率政策 再来跟大家聊到 我们一直追踪的这个机体 那机体呢 今天呢 这金牌格人也是有呈现一个反弹上来的格局 再来看到 8299的群年 今天是呈现一个下跌 那我们会追踪一下 这边的低点呢 会不会跌破 那如果没有跌破的话 其实啊 你可以冒一点点的风险 然后来换取后面的 后面的利润 因为从这群里来或是微杠的法说会来看的话 他们释放出来的讯息是什么 都是偏向正面 Netflix呢 即将在第二季开始落底 落底之后 报价要开始向上一个循环 那向上循环就特别对 这边没有跌破 那如果这边震大过程中 开始突破反压去的时候 到时候呢 会是大家一个很合理的买点 那我们再来看到 其他其实呢 其他电子股 其实还是有点偏弱的 包括我们先前跟大家聊到 这个技嘉也好 或是天狱也好 甚至啊 这四星也好 四星今天是有打到跌停的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其实啊 电子股这一律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就看什么 就看今晚的这个利率会议 能不能让电子股 电子股的评价回升 如果电子股的评价 可以跟着回升的话 那其实这些高价电子股 才有机会 开始有一个像样的反弹 那如果总结过来 我们还是要帮大家做个定领 就是目前三月重点 仍然是涨价趋势 加高值率概念 其实这我们已经提非常久了 那涨价趋势 高值率概念 你可以往哪些呢 记忆体是其中一块 银剑类股也是其中一块 因为这边都具备涨价 跟高值率概念 所以你往这方向去做一个找寻 总是没有错的 那当然最重要一点是什么 这种个Lighter跟Telker 请大家把它做个加入 Telker Fy17168 Lighter小老鼠 BBA582 联取 请大家手刀把它加入 那我们在盘中 会在群书上面 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讯息 那我们下次见啰 谢谢 拜拜 拜拜